我叫卢德林 今年94岁 我老三也是94岁 保姆58岁 对我特别凶 还虐待我 给我剪指甲 都把我肉一起剪下来 说上海94岁老人举报遭保姆虐待 250多万养老前被卷走 今日呢 百岁的老人声泪俱下 哭诉不幸 真是让人心酸心碎 昨天呢 自称老人儿媳的沈女士用该账号发表文章 因为呢 和其丈夫长期在国外工作 对于保姆蒋某某很信任 但是呢 最近他们也发现说 保姆的态度啊 变得越来越傲慢强硬了 一次沈女士和婆婆视频通话的时候 她就发现婆婆的眼神是充满恐惧的 这时才觉得不对劲 于是赶回国 见到公婆之后 发现他们身上有伤 脚指甲肉啊 都在有血了 就追问她到底是怎么了呀 婆婆非常的恐惧 吞吞吐吐的 最后才说是保姆剪的 那么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沈女士不仅看清了保姆 对两位老人下的毒手 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气愤的事情 就是通过查看银行的流水 沈女士发现 公婆200多万元养老金竟然一分都没剩 全都被转移到了保姆蒋某某的账户 沈女士说公公在2020年眼睛就已经失明了 根本无法去银行取钱 所以呢 她就将密码告诉了保姆用于生活开支 才导致这200万被强制转到了保姆的账户上 后来呢 保姆声称其中100万是她的养老金 而另外的100万呢 是给她的奖金 后来呢 又调查发现剩下的50多万 是以现金的形式取出的 保姆也承认自己取过钱 拿到证据之后呢 沈女士就想和保姆协商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保姆竟然以跳楼自杀进行威胁 你说自己作恶多端还一哭二闹三上吊 沈女士立马就报了警了 上海黄埔区吴立桥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正在核实此事 有关的律师就表示呢 说 保姆的行为可能涉嫌虐待被监护 看护人罪 另外呢 如老人关于250多万元被保姆转走的说法属实 保姆呢 就可能涉嫌盗窃罪 那么近几年呢 保姆虐待空巢老人的新闻是不胜枚局的 儿女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老人的身边 甚至呢 是花大价钱请保姆 以为呢 就能照顾好爸爸妈妈 可事实上呢 老人遭受虐待 怕保姆 对保姆产生深刻的依赖 不敢说半个不在 要不是家庭监控录像的普及 很多保姆的恶行都不会被发现 所以呢 当务之急给老人安个监控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呢 建立劣迹保姆的认证机制才是跟的 实名制 黑名单 公开可查 这些根本性的制约手段都可以考虑用下来 这样才能让保姆有所忌惮 让空巢老人不至于花钱 还买最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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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